在日本居住的定住者或特别有住者 按照与日本人相同的方式制作载留卡 变更地址时 法律规定 14天以内在该地址的各区域所 区民壳或各城市规划中心申报 桥本中央六地区大眼团除外 以下四种情况需要申报 从其他城市搬到项目园市 在项目园市内搬家 在新住区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的城市规划中心的窗口申报 从项目园市搬到其他城市 邮寄至现居住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的城市规划中心 移居海外 在现住区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的城市规划中心的窗口通过邮寄申报 如果变更居住地 在留卡和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地址也要进行变更 在留卡和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地址 可以在现住区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的城市规划中心进行变更 个人编号卡和驾驶执照也需要进行地址变更审报 个人编号卡向各区域所 区民壳和各城市规划中心提交 桥本 中央六地区 大野南除外 驾驶执照向警察局提交 养老金和国民健康保险需要在市役所或城市规划中心审报 和地址变更手续一并申报 搬到其他城市或海外时 搬家前在现住区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的城市规划中心办理 桥本 中央六地区 大野南除外 要点 请务必进行地址变更的申报 请在14天以内提交通知 如有疑问 请参阅生活指南 或者咨询各区域所 区民壳或附近各城市规划中心 项文员国际交通中心以多种语言提供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